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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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这个香的家里点 是不是要有注意些什么东西啊 不需要啊 为什么要注意些 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你只是浸花空气啊 或者你喜欢那个香 有香有时候给人宁静啊 让人能够静下心的 有些从香啊 拍一下 有的只是浸花空气啊 什么 你又不是供什么 除非你说我是供神啊 供什么 可是我看香味容易糟起来 不是 不会嘛 对 不是香味容易糟 是你的心容易糟 每个人都会 糟了那些东西 是我们供的时候 有的心里就想着是怎么怎么怎么 那种心态 佛教说嘛 我们现在是活在梦放泡雨 我们是在做梦 他说那为什么你们要放弃这个真实的 要去追求一个说不真实的的境界 我们不是说我们在做梦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要学佛嘛 嗯 要把这个梦操心 对 看不见了摸不到的来 对 对 你现在现有的 你认为现在还是真实的 我们不是在追求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是我们要一直一个想象的东西去明了真理 只是就是说在佛学里边就是说你追求你佛法 他不是最后说法治也不能用吗 佛说你法也要放下 只是以患除患 就是说佛说我们的心是像梦幻的 我们的心是一个幻境 就是说幻心嘛 每个人以为杂念很散乱 这叫生理生理 生理上也 我们现在这个我一个是意识 意识很散乱 散乱没有自我 然后这个肉体也是 就是其实在刹那刹那生命 形成代谢啊现在都知道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我是一个幻心 就是很虚幻的心 但你这个虚幻的心要灭啊 要从梦中醒来 你必须一直一个东西 那么就是佛法 一直佛法来 就是说以患除患 以患去患 就是我们这个患心还要一直患灭 其实佛法也是患法到最后 所以到最后我们这个梦醒来的时候 佛法也消失掉 没有真的没有法 我们本来就是成就的 我们本来圆满 就是只是我们自我控制住了 不得自在不能自在 所以最后法治也要破的 所以佛不是说法四十九年 最后佛说 我四十九年没说一个字 没说一个字嘛 没有哪个是真实的 没有哪个虚幻的 我们是在修行的过程中 假定有一个真的我 假定有一个假的我 这样来处这个环境 是假定 不过修修 然后明了真理 都是一个方法 并不是说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就真实 这个世界就不喜欢 不是的 都是环境 但是因为我们没醒来以前 环境对我们很真实 你知道吗 就像梦里边 你也觉得你很真实啊 我如果进你的梦里边 跟你说你现在在做梦 你肯定说 为什么我有觉受啊 是不是 因为在梦里边 你只要没醒来 你也觉得很真实 有人追你啊 你骂你也很生气啊 在梦里边 如果我在梦里边跟你说 你一定也是 怎么会我在梦里边呢 我这么真实 我哭啊笑啊 是不是 现在是一样 为什么我会觉得 你觉得在梦里 我很真实啊 我有觉受 我有感受 但是你就是在做梦 只是没醒来以前 比如我们没醒来到积乐 移民到极乐世界 仍然在梦境 只不过那个梦境是个美梦 我们现在这个梦境比较辛苦 所以我去做美梦 不做这个恶梦 但在美梦里边 容易解脱 就是说在那个里边 你容易见到很多佛菩萨 很多容易得度 那也是个梦境 只要是时空都是梦境 在时空里边都是梦境 但是我们都在时空 时间的空间是个幻境 你知道吗 那人力是在时空里面 即使你到那个时间 也仍然在时空里面 只要有时间的空间 都在幻境里面 不管留到什么 都在时空里面 但是你就出不了 时间的空间的控制 所以有生死嘛 有时间你就有生 就有灭嘛 所以生死轮回不了 时空的虚幻 你修正到 不管一直任何方面 你修正到时空虚幻以后 你就处理轮回 解脱轮回 就是从梦中心 我们现在生了又死 死了又死了 没完没了 就是永远记录不到 极乐世界 都是不通的轮回 有道理 我们这个叫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 是两个星球 这样说你比较明白 那我们现在是 那我们现在是轮回 不断的轮回在这个星系 那这个星系呢 这个叫娑婆世界 它的教主是释迦牟 那我们现在 在往生到这个星球的话 那我们如果不休息 不解脱 那只能在六道路 六道只是一个欲界界 这个世界就包括三层 就是三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而色界和无色界 我们去不了 如果不休息 它需要定力的 我们只是在最低层的欲界 欲界就分六道 还不包括色界无色界 我们的势力 我们对这个世界 了解很局限很小 我们只要了解欲界 因为我们有欲望 所以只在欲界六道轮回 我们是 因为我们很难 在这个世界 只要说我们在 有生之年临终的时候 没有成到 那么我们还有一条路 就是说 因为我们解脱轮回嘛 那有一条路就是移民 移民到另一个星系 另一个星系 就叫极乐世界 它的教主是阿弥陀佛 其实是两个世界 如果是从科学讲 就是两个星系 我们就移民到另一个星系 但另一个星系 就是跟我们这个 苏婆世界 有很多友好往来 它可以接应我们 我们有条件 就是很多人拿它的绿卡 有条件 移民到它 它那个世界就是 比较优越嘛 生活优越 而且它那个世界 是功德化现的世界 就是众生的功德化现的 我们这个世界 是众生的工业化现的 业力 业力是有善恶嘛 有善业恶 但功德就全是极乐嘛 所以在那个世界里面 它有功德 而且它是由阿弥陀佛的 越来建造起来的 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 就是去了以后 很容易接触到 很容易解脱 很容易成就 而在我们这个世界 不容易 我们在这个世界 如果你不修行 你只是做慈善的话 那么你很善良 假如经常做善事的话 你只是从人道 能上升到天道 有基督教 它就是天堂嘛 就是天人的 人天成 就是天人的等 就是自然的上升到天道 善良的人 或者做善事 善有善报嘛 善报就是让你快乐 就是善报就会让人开心一点 恶报就让人烦恼一点 那么有善报的人 由于上升到天人的等级 有恶报的人 就会多到畜生啊 恶鬼啊 地狱到 就是因果报应嘛 这些佛学 就是我们是 如果你不修行 不明白真理的话 你会因为这些报 而在六道轮回 就是说 你为什么会推动你进入六道呢 是因为你的善恶的报应 什么报熟了 你就进入什么报 吃什么果 就这样 我们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做了很多的事 我们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那是是是是 哪个报熟了 我们就去哪一道受报 哪个报熟了就去哪 我就控制不住了 但这都是梦境 但这个噩梦做了 太久了一直没醒来 对 好长啊 对啊 是好长啊 但是 因为我们自己醒不来嘛 自己醒不来 是我们 永远不知道 是空是虚幻的 嗯 永远不知道 你永远 你只要在医生上面认为你有生 你一定有死 你只要认为有生就有死 你只要认为有生就有死 如果时间学法了 你就无生 就是因为没有出生啊 你怎么会死呢 所以他在修禅定的过程 比如说 不管是道教修 修一堆列代 或者到一定时候 专注力 把禅定啊 内观啊 御守啊等等 他都是到最后 就有一个忘我 忘我的状态 那个时候时空是停止的 嗯 定态就是一个时空停止的状态 就是你感觉不到世界的空间 嗯 身体忘记自己了 嗯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 就突然这个世界 到世界消失的时候 这个世界在你面前 写生了梦怀泡泡泡 如果没有世界 就没有生命 你知道 嗯 而每一个东西在你面前 都是沉住坏困的 嗯 用这个杯子它 它沉了 把它造出来 过了一百年两百年它灭了 嗯 而人也是生老病死 一直 到世界突然停止的时候 在那个状态 你会看见这个世界的 沉住坏困消失了 嗯 生命消失了 嗯 这个时候一切就虚幻了 那我们穿越那个地方 你不是穿越 你是安住在那不动 你现在很散了 我们都在动 在流逝 在失控力流逝 你认为冲夏秋 都一年四季 你的生命在流逝 我们在衰老 我们在病 我们在什么 一点点走下死亡 你在长大还是走下死亡 嗯 是吧 生命长大跟死亡 是跟你一起来的 嗯 你觉得你在长 其实也是走下死亡的过程 其实这是一起的 就说这个 这些是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修 用一个法门来修 就明白宇宙的真理 明白这些是虚幻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正道不生不灭 这叫佛学叫涅排 因为四孔小时了 你不生不灭 进入无生 佛学有个名字叫无生法人 正入不生不灭的境界 就是涅排 正入涅排之境 这个就成道了 知道好像 理论上知道 但是体悟就觉得 对 起悟是需要你一个方法 就是佛法叫法门 道教也是它有 它叫方法 就修炼的方法 特别有方法来去感悟 提悟 有关理论讲 只是说明白 它在做什么 佛学在做什么 也不是说佛学 只是说去上上香 拜拜佛 扣个头 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传 就最重要是成道 就是说 你要正入不生不灭的境界 然后解脱轮回 嗯 但是大家 我们因为现在 大家对轮回 感觉不明显 就是说 好像对未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法 或者是有 或者是没有 可能一半一半吧 或者有的说有 好像未来是 是另一个人 跟我没关系 因为是未知的 是未知 过去生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六道啊 什么这些东西 很多人摸不着 看不着 所以我们无法正信起来 就是警觉起来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也 因为佛法的很多人 没法拿出证明给你看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 很多人也开始 涉及到这个 精神层面的灭 有些东西 我们真的很无奈 而且我们这一世的 很多很多 不是说你是偶然发生的 因为很多东西 都有原因的 就是看着偶然发生 其实很多因果啊 英语在里面 那么你去追溯他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说 哦 这是 但是 只要我们 够充没够 我们有一天 我们总会停下来 去想一想 我为什么活着 我从哪里了 死了我会存在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有人总有一天 会问这个问题了 每四个人 他就不会只是 吃了睡睡了吃 一天一天这么过 如果他有一点时间 有人就会停下来 看着结果 问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我这一生难道几十年 就这么过去 这几十年 我就究竟在做什么 我究竟每天在做什么 我每个人都会 作为一个高等生命 他一定会思考 因为他不是说 小豆我 我吃了 所以说完了就 这高等生命 他的思想 到物质层面 一满足了他的思想 就开始思考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活着 这些是 但一旦 开始就这些思考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 会涉及到宗教 都不是你信不信 是你一定会 进入宗教的领域 精神灵魂的领域 那你就会 看救啊 不管你基督教 伊斯兰教佛教 就每个宗教 你可以去探索 他们都在讲 这一方面的问题 其实并不只是说 去上讲 可不是那些 有些东西 让人越发的沉沦 除了一些上瘾的症状 我们最近在看一个报道 我以前也想过 类似的这种装置 说不出十年 我们会出现一种装置 就是以后你可能 去旅游 你去哪里 其实你说你要去旅行社 不是去包团 去哪里 因为我要去埃及 OK 我就买一个埃及的 一个产品 就好了 然后回家 你怎么样 就是戴在头上 然后就开始睡觉 然后我的意识 就可以去旅游 对对对对 按照我的设定想 然后我要想 这个东西 我很早已经梦想过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以后 十年之内会出来 所以我在想 到时候大家 整个世界 每个人都在家里睡觉 我相信用不着 你去装置 每个人都有那个功能 你只要能放松 就下来 你去观想 如果观想力 就可以达成 但是跟圣灵趋劲 还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佛教里边 有一生生 道教里边 道教里边有 出神 出阳神 到佛教里边 有化神 这些出神 它都可以去太空旅游 去另一个世界旅游 在禅定里边 都可以做到 就是有一个化神 看着走出去了 而且有些东西 他们看到这些境界 或者是 但是那跟你亲手去 还是不一样 你神去了 意识神面去了 它是它那种角色 跟你肉体去的角色不同 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神感受到的 你一起成年感受到的东西 跟生理感受到的东西 跟生理感受到的东西 是两种感觉 是两种感觉 这个你要想出去太空旅游 你心里血 打坐就是 静坐冥想就行 静位冥想 甚至说 催眠冥想 这些都可以打到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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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就是像 如果是我担心的话 有没有其他就是像 有没有其他就是 就是 那个里边有一个什么 四正寝 就是一生的四正寝嘛 修了小程的四正寝嘛 就是 一生的善念 就让他继续生 未生起的恶念 不让他 就要一生的恶念 让他马上断除嘛 就是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 然后再摆一百天 每天静坐 然后不要去 没有迅速活啊 或者起诉啊 这些就是一百天 这个基础 打基础 嗯 可以其他的展示 就不需要了 那就多接善语 多做功课了 嗯 就想一下 嗯 这次可以修我这样的 在家可以 可以修 嗯 那当初要展翅笼的时候呢 那自己做 有些人我觉得 会不会很怕 或者是自己弄得不好 到时候 弄出一些问题 展翅笼它是道教的一些法门 佛法不讲这些 那百日足跡会不会有展翅笼 嗯 不是 这个佛法里边 他用了一个百日足跡是 用了一百天 只是限制他吃素 然后每天静坐 然后修了小乘佛法里边的 一个 施政庭的一个概念 然后 再激功等 没有要求他 接单 没有要求他展翅 嗯 其实在佛学里边 是刚开始就 才对一个 用百日足跡这个名字 其实是一个清洗 比如说 因为刚开始 嗯 很多人修行的时候 他们 从公共红尘回来 啊 心神很散了 就是染了 就是断七八糟 那刚开始来 你让他做餐厅上座 他定不住的 然后腿都盘不上 那时候 开始要有个百日足跡 就是说 虽然没有戒律的耶稣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管制 比如说 让他吃再来 因为吃素 那时候七脉于一清净嘛 倒不是说 他说不杀身 说培养吃东西 不是 主要是净化的 七脉清净 然后这一百天 不要接触 大红尘里边 太多外在的 不要去搁亲啊 不要去从严吸毒等等等等 这些换的习惯 暂时停下来 哎 然后就 用一百天的修行 叫百日足 他那道教不一样 嗯 道教百日足跡是 他要烈精化气啊 烈青化神啊 烈青环绪 是直接过的 嗯 这个是缠定的 嗯 因为有时候想 练到一定的时候 因为您在书里面 有些女单工嘛 那女单工啊 练到一定的时候 就会 就说月经就会 要涨掉 是的 好像又没有师傅指导 这个又不敢乱动 怕到时候 引起一些什么 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 其实练到那个很困难 很困难 很困难 不是我们 怕是你练不透 练到那个太困难了 那要每天结实 还要时间上钩 嗯 然后还有心性的清新华育 心性上要达到 对心性要求很高 不是只是一个动作 你就能练到展翅了 嗯 但不管 但道教的一些功法 就是有些如果是 需要老师指点的 尽量都要老师指点 嗯 因为我知道这个 就是不需要 我在旁边 我也知道没问题 所以他就可以 有些功法 我就说你不需要 你要在老师旁边 嗯 让老师看着 嗯 然后把气化成能量 然后进入光 然后修一神 然后修丹 光 然后就是它是裂金化金 裂气化神 裂神怀虚 裂虚河道 哎 就是这样四个步骤 然后他有一个白日足迹啊 什么 十月怀胎啊 什么一朝疯年 不知道他这个名词叫的啊 那佛教是这个道 佛教是一开始起步就无我 他就没有你 就是他是破 他不是说修潮水不老 这个认知很重要 嗯 你不是在修潮水 你是从轮回解脱 你要破生命的 就是说不管你 寿命多长 你有1000岁 你能活1000岁 你仍然在梦里面 他是佛学士 而你本身你一起步 他是就从无我开始起步 所以他 他认为就是说 他是修心的 他对生理上 马上就开始就四大皆空 他说你的身体就是 地水火风空 就是骨头啊肉归地大 他说呼吸归风大 就是说暖向啊 豆转暖向这个归火大嘛 一水火风空啊 就是风啊火 还有什么水啊 就是说口水啊 液气 他说这四大就是归了 一分开以后 你是没有自我 四大皆空 你意识是虚幻的 这些东西 一四大皆空 你没有一个东西在那 他就修什么足迹啊 修什么载赤炉啊 这些东西马上已经封出去 但是一般的凡人 又没有那么高的 不 雖然说在修正的过程中 起码其实再转 对 但是呢 这个认知不一样 结果完全不同 因为你四大 你要是不在乎 那你 如果你四大是空的 那你坐在这的时候 你会不在乎 你身体的绝瘦 你身体的酸麻脸 随着所有的一切 你就觉得受即是空 受即是空 受即是空 决数是空的 如果你在修 有我修长生不老 那每一个决数 你都要很清楚 而且你会觉得 每一个决数都很重要 每一个境界 因为有我 那你的境界很重要 每一个境界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你在其身啊 你的修正功夫在提升啊 展示楼是基础了 慢慢慢慢一级一级一级 要成神的 因为道教是最后神我的 成神就拔仙那样 佛教他是一开始 他从我 从禅定起的话 你每个境界都让你换掉 就是说每个境界 你都是虚幻的 你即使出现这些功夫 他都让你放弃掉 他说那些是梦 所以这个时候 境界就不重要了 慢慢的 大家就不再追求 所有的境界都取了虚幻的用 包括你睁开眼的境界 包括你闭上眼的境界 不管你即使你足迹 即使你展示楼 即使你出现一个生活 最后单眼的生活都没有意义 都不究竟 那些对佛学来说 都是小的 都是这个过程 就是路上的风景 他不是追求这个 所以他最主要是 心性上的解脱 不注注生理上 但是其实在心转的时候 生理一定在转 但是只是他把重点 放在了心性上 所以生理上的境界 他只要不注意 反而不容易出问题 反而生理上 你只要把他看空 他反而不容易 你是 很多抽屁出问题 是你意识太关注你的身体 也太注重你自我的角色 太关心自己 就是说 太关注自己 摔麻脸 你只要说 气通了没有 哪块儿跳了 哪块儿热了 哪块儿麻了 哪块儿生理上出问题 等等 它只是一个过程 嗯 而且佛学是修脉路 嗯 修脉路的这个 就算是密宗修脉路 道教主修七经八脉 它才会展出 佛学修脉路 它就不是这样 它的面范围更广 嗯 脉路 七经八脉 它是这样循环的 对 修脉的人独二脉啊 这些中间 其实如果想比较 就是说 它的站的角度 就是说 道教一开始站的角度 就站在了太阳系的角度 嗯 太阳系啊 我们是 以太阳系的角度 修脉啊这样子 但佛学的脉路是站在银河系 银河系的中心团 就是 宇宙 就是说 差很多 嗯 一个是无我 一个是由我 一个是长生不老 一个是楼回解脱 本身秋的也不一样 起点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而且中间的指导 过程也不一样 嗯 但是很多 修佛学的人 会借解道教的东西 会把道教的东西 拿过来 名词啊 一些书语啊 或者有些方法 都可以拿过来用 而且道教后期 也介绍了 把佛学的东西拿过去 比如说 他后期的略虚活道 略道还虚 这些东西 都已经跟佛学的无我 已经差不多了 嗯 你的经过堵塞的状态 可能更更差 所以你们说好像 心理的症结更多了 哦 对对对 就是这些双向的 对 身心十一元的 其实心理上有些东西 除了一些特殊的原因 都是另一个 但是大部分人 生理的气脉度 还是是心理上 对 心理上的症结啊 就是说想不通的 着想的东西更多 对 着想啊 你网络信息嘛 信息量大 着想的东西更多 嗯 所以我发现 就是好像单纯的 从身体里 对 让你没有念头很难 好像我真的是 非得从身体入手 然后 才能够 让心很近 比如说 要我打坐的时候 心境很难 可是如果我去爬山 爬了累的半死 然后躺到那看 蓝天白云的时候 那时候我发现是没有念头 是 刚开始是这样 但是入门以后 就不是这样 但是呢 修行呢 它最重要的是 到最后 让你破这个动静啊 比如说 你他们修 绝而不动啊 就以绝来 作为一个移植点 绝到最后 也会虚幻掉 但是先是绝 因为你 比如说 你跟我说 我觉得我很清静 我觉得我很散了 或者 我觉得我是 累的时候 我才能够静下来 我觉得我不累的时候 你看这个绝石 就是没动的 绝一直在那看着 旁观者 只不过是个我绝 你绝的 你绝的 不是个无我的绝 但这个绝 一直它就没动过 这个绝 一开始可以一直这个绝 这个绝是不动的 剩下就是 要不散乱要不宁静 但是散乱是个散乱像 您就是个宁静像 你知道吧 这两个像都不对 都是循环的 幻境 你觉得你静下来 是相对于散乱 建立起来的 所以 就像手心手背一样 这边静下来 另一面还是散乱的 只是概念 你始终还 我们在意识层面 建立概念 你觉得你静了 其实建立散乱一下 你觉得你散乱了 其实还有个进在那 就这都是概念 其实最终你是 安住在那个绝上 你寥寥分明 你觉得 我静了 我这里可静了 或者我散乱了 我最后 但是要保留这个绝是 不要让它经常的 迷失在散乱里 我们经常是 不是着静下 就是着散乱下 散乱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散乱跑掉 清静的时候 或者我们就 轰尘或者虚妄 就是 很静的时候 就是说 还是就 轰尘了 或者是睡着了 或者是 你是在这个 就是 镜像里边 就认为 这可能就是 忘我或者无我 其实绝还在那 你会醒来 跟我说 我那一刻 好像忘我 我觉得 还是你觉得 这绝始终是不动的 你要了解这个 你一定要在这些 界地上 很清晰的时候 你在寻找 不断地寻找这个绝 安住在这个地方 但这个绝 可以在身体的任意点上 不是在大脑 不是用的意识层面去绝 你身体的任意点 你就像你说 你安住在心龙啊 下呆天 或者是齐龙 或者是身体 其实你 比如说腿疼 你也是腿在绝 绝是肚在绝 绝是肚在绝 然后静静地坐在那 就是绝 但身心不动 不要去分别 分别你静了 或者是动了 静了多了 然后安住在这个绝上 慢慢慢慢你就会进入 另一个境界 就会自然的过渡到 另一个境界 只要保持绝 时间久了 就是包括起坐以后 你都能够绝躁 绝躁就是 你身体的每一个 身体的酸麻冷脏头 包括你的呼吸 包括身体上的每一个 包括心理的每一个起心都念 刹那直接绝躁到 然后身体上的酸麻冷脏头 你自然也能绝躁到 然后知道 然后如果身体一些不好的念头 或者是自己觉得 自己状态不对的时候 马上校正 这都是 就是起坐以后修绝躁 打坐的时候 安住在绝躁 不动 身心不动 只要不动 不是说让你散乱镜 不是让你进去 是不动 但是这样的时间 这样的就是 坐时间久了 你会了悟 你本来就是不动的 但是这个过程呢 它开始叫绝 在佛学里面 它开始叫绝于所绝空 就是所绝到的 然后到一定时候 当所绝的这些东西 开始慢慢就虚幻了 只要你不动就虚幻 然后这个绝也虚幻了 绝是想对于所绝界里 然后就进入照与所造 在佛学里 就是说 因为这个照是咋来的 就是说 你只要时间久了 你的气面会转化到光的经济 因为从气聚集到能量 能量会发光 你知道 这种光就过渡到照 但照你时间久了 就成了圆照 圆满的这个照 就越来越圆满 开始是我绝 后来就成了圆绝 圆绝其实等于圆灶的境界 也就是这些名词了 因为你们 比较熟悉心经嘛 心经说 照界五庸皆空 它就是圆灶的境界 圆灶就是 照与所照又空了 那个时候就圆灶 照觉五庸皆空 然后就开始 就算是开悟了吧 那一次要做多久 它不是说一次要做多久 最重要的是要坚持 能做多久做多久了 嗯 主要是这个界地啊 很微妙的界地 要把握要很重要 然后寻找到自己 身心的平衡和医治点 这个有时候这种把握 微妙的尺度的把握 不是老师能够 一定要让你 你觉得调整在哪儿好 你就调整在哪儿 就自己要学会调整 寻找到自己记下来的方法 你比如你说我又动完 我开始做个剧烈的诱度 又动完 我很容易坐在那儿记下来 就可以 OK 那就是你的方法 嗯 但是这个 修行的过程 每个是随着你的 生息的变化 不断的不断的要调整 嗯 就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对 OK 每个人都不一样 起步的时候都差不多 比如说很多人 一开始修行的时候 都要清洗 都染得无盐涨气的 都是扎捏很多腿痛 排不起来 这个时候就共修了 就一样 你腿洗吧 都黑得很厉害 就大洗 但到去大洗完 你就发现了 他可能这个胳膊染得住 他腿染得住 他这块染得住 那就分别洗了 他就对于他自己的调整了开始 微细的这种染着 就要自己把握调整 而且现在因为我们是网络时代 你的意识载 意识信息量很多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信息 要依靠一些方法来清理 嗯 光靠自己说是去遗忘它 或者是什么时间啊 随着时间遗忘它 或者是放下它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你要放下 需要转移一个注意力 就是需要依靠 就是众生换 我们的换行 还要依靠换法来灭 那么依靠这个换法就是工具 所以佛学有很多很多方法 叫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这个工具 所以你要多掌握一些 包括道家的 道家的也行 气功的也行 佛学的也行 多掌握这些方法 这都是小方法 都是法门 然后处处在那儿 你需要啥法门的时候 拿出来用 因为现在就是不太 我觉得适合只学一种 因为信息量太广了 对质 所以要不同的对质 你可以换坏 你说这两天 有时甚至趴趴筛去 运动一下 甚至逛街买衣服 都是一个侨性的方法 那都是法门来的 是 甚至说我今天 我就是不想做 来来的那吃东西了 吃也能进入吃三妹 只要你爱心 但是他 因为你的心里边 你是不一样的 跟你说 我傻也不想 就像傻子要上街 就是去就吃 那那个就是猪的生活 但是如果我们是 带着目标 就是调心的那种感觉 就是自己很烦 我为什么烦 绝躁到 就内心知道自己 绝躁到自己这一对的 很烦 而且心态放不下 有很多东西放不下 要很急躁 称心 基督心要很强 等等 出现这个状态的时候 那你就是吃喝玩乐 虽然也在吃喝玩乐 但在这里边你在调心 你比如说 你吃琵琶的时候 跟你没带着木钥匙 随便那吃 也可以说放松一下 没问题 那你说我带着我要调整 我吃点甜食 或者是吃点什么 我出去逛街 那是不断的 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 就去调整过来 你要绝躁不到的话 那只是一个 暂时的放纵 放任自己 或者是以一个方式 带起另一个方式 就先忘掉它 反而是先把它忘掉 转移注意力 只是一个 但是如果带着绝躁做的话 就快一点 就清洗的快一点 嗯 带着绝躁去做的话 那你行手做 我都在修行 你会慢慢的转到 改变你的认知度 不知道吧 因为你痛苦 还不是你认为你痛苦 你认为你这种状态 就是痛苦 这个认知要转 转过来是需要 借助一些方法 其实烦恼 心经理比如说 受即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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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小型时依附如是吗 受也空 为什么这个觉寿可控制我们 我烦的时候就是个觉寿 就觉得你拿出烦恼 拿不出来 你就觉得你烦 是吧 但是这个受即时空 你是拿不出来 但是你就是烦 但是带着这个 15觉寿空 这个觉寿去做这些事 所以你不带着这个觉寿去做不一样 那我带着觉寿去觉寿 我觉得我还是很闪的 开始是这样的 但是随着时间就可以了 带着觉寿去做很多事 很专重的 去用心的 去做每件事 就是活在每件事里边 你带着觉寿 我为什么要 那是过去的事 那是未来的事 我为什么要烦 我这一刻 我只能吃琵琶的时候 我只能喝茶的时候 为什么不在当下安心呢 因为那些东西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它会骚扰我 为什么我不安心 不安心在当下 不断地告诉自己 在这一刻我要静下 这样不断地不断地 很快你就转发 就成了定力了 知道吧 就列出定力了 刚开始其实很多法门都管不少用的 你啥法门拿过来是管一会儿 一会儿就啥 刚开始都不好使 但是你有一点到狠的时候 有一点功夫的时候 哪边也好死了 就可以比较 就可以了 就可以做 我觉得自己发现 我做饭做菜的时候 很专注 喜欢 打坐的时候就散 乱想 因为你身体不动 脑子在那里动 但是平时用脑 脑子死 用脑过多的人 或者是死 经常用脑思考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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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 家里可能30分钟就想了 这个腿都可能 在这里的人坐一个小时 他即使可能就不过去觉察 他是麻 这是很多 就是说这个 市场比较 气场也会有影响 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无我的东西 每一个人都是我在福学 我们是我欠 本质上是无我的 因为本质上是空性的 那么你这个四大 包括你的意识也是个场 你就是这一堆场组成的 而且每一个人不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活着 你是处在很多关系网子中 虽然你在这儿做 那在你周围的关系一大堆 你迁路着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那些关系七十万里跟你都拉 就像蜘蛛丸拉着你 你的每一句话对他们都会找 每个念头都有影响 你就是说那个现在科学说蝴蝶效应 跟你有缘的众生都在受你的影响 都是场 你怎么可能活在一个人之中 你的事的生理上 心理上都是一堆场 所以你影响别人的时候 别人一定在影响你 你是无法逃避 因为你就是场 你无我 你可以说你就是场 你就是能量 你就是光 你就是一切 因为你最后就是这些东西 的组合 不是你本身在一切都在一切关系里面 你活在关系里面 不是谁照不照 你照不照 你加不加念头你都活在关系里面 宇宙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 把我们罗列在里面 逃不掉 那像这种关系 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更好的对击 善缘了 广结善缘的这种关系慢慢慢慢 全部开始散光了 就是你就会快乐嘛 那在快乐之中 休息就会快嘛 你逆缘多的话就很烦恼很重 你怎么你休息障碍很多 所以休息善缘 不是说逆缘不能成道 有的缘也可能 触动你让你成道 但是只是太辛苦了 因为障碍很多 他自己心情上有些东西就过不去 嗯 我现在觉得我的大脑是我的一个负担 嗯 我就觉得我的脑子是我的一个负担 脑子没有负担 脑子聪明是件好事啊 你会用脑子说明很聪明 是我们最终你会发现问题出在哪 是认知虫问题 认知虫 认知虫 我们从根本的生命的一开始 我们的认知虫问题就出现了错觉 比如说宇宙 比如说科学说 我们是从宇宙大爆炸开始的 那么这个中间这个东西是空性的 比如说爆炸这个 就算它是个单细胞 或者是什么东西 它是奇迹压缩的 其实近视于道教的另单 它是奇迹越来越小 其实里边是个中控的球 它就是压迫 到奇迹 它因为我们的意念 很专注的专注在单铁的时候 我们的气会聚集成能量团 你知道 这个能量团 如果我们的意念一动不动的很专注的话 这个能量团的奇迹会越来越小 就是最后到了增尖那么小的一个 就是增尖那么小一个中控的能量团 这个能量团就会产生爆炸 这个爆炸会产生光跟声音 光阴 这个是在 其实我们在妈妈肚子里也是 那宇宙就一个单细胞开始分裂 其实宇宙大爆炸是 科学把它这个中控的能量 它叫奇迹 奇奇怪的奇 就是宇宙是从这个增尖大来 一点开始爆发出来的 它是这样讲 其实你知道吧 从这一点一爆发 才知道光跟声音 光阴啊 这叫光阴 所以佛学里边说 我们是来自于光阴 不是 我们每一个声音都是来自于宇宙一开始的这一下爆炸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刹了 这一刻我们已经开始产生错觉 你知道吗 你是那个中控的那个能量球 这个爆炸是个错觉 你知道吗 这个爆炸是个幻境 如果你跟着这个爆炸动了 就是你认为宇宙爆炸了 但是其实这个爆炸 在爆炸的时候 为什么你认为宇宙爆炸了 因为我们站在三维的角度看这个爆炸 那么宇宙是爆炸了 产生了光阴 光跟烟又产生了能量跟物质 慢慢一点一点 产生了我们物质世界 星球等等 但是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 它在这个宇宙这个中控的爆炸在一刹那 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 没有时空的那一刻 因为有光的声音才有时间 才有光速啊 有速度才有时间的空间才在 在爆炸这一刻 还没有时间 就宇宙还没有时空 那么你知道 在这一点爆炸的这一刻 在没有时空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时空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这个地点 就这一点没有时空 就是说这是我们空性的一点 那产生的这些东西 是一个话题 在没有时空的时候 这个爆炸的 这个毁灭 就是寂灭是同时的 没有时间 生死是一点上的 你看着它爆炸 其实它已经死亡了 就是生跟灭同时的 因为没有时间 生命是同时的 是个幻影啊 那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已经采取错觉了 就是说生命 就是说那一刻 我们是从事什么 爆炸开以后 出现了光子 光啊 光的光子啊 一个光点 那你就认为那个光点是你 你就限制了这个光子 四年 然后慢慢的光子 最后才成了物质 成了这个肉体 但这个光子一开始已经流浪了 开始离开了母体了 离开了这个中空的能量段 其实我们现在是要回归到这个中空的状态 就直控到爆炸前这个状态 但是你会怎么回去你知道吧 它不是一个从物质层面 然后穿越了回去 是你在这根部就没动过 因为这个爆炸和生命 是同时的在宇宙 我们现在看见的是一个幻影 你知道吗 我们在三维角度 只看见了生 没看见到灭 没有 就是说在这中间这个光子 中空的能量团爆炸了一刹呢 生命已经发生了 就是宇宙已经纪念了 而我们处在三维角度 认为心还在继续 对 科学会发现 宇宙的爆炸还在往外扩展 说越往外越厉害 这是个错觉你知道 只是因为科学家是人 他是一个眼睛 他因为他的眼睛看到了这个事实 所以科学发展到最后 他会发现 科学家的眼睛有问题 因为最后一定要把他的实验里面 到量子力学 他的实验里面 他会说 所有的实验与科学家的眼睛 是关联的 哎 你看到了什么 到最后一定要研究你这个眼睛 难道你看到的是真的吗 那个实验是真的吗 因为一开始 一爆炸那一刻 是没有时间的 没有时间的时候 生命是同时 你知道吧 我们出生了一刹那死亡了 但是我们在三维空间 我们看到我们在走向死亡 但是在这个爆炸这个点上 我们是生命突然 前后生命是同时的 是没有是圆满的维度 我们现在是三维 你在看一个错觉 所以这就是真理 就是说科学只是走到了这个爆炸这个 这个点 但是科学如果是抛开科学家 才能进入 如果科学家进入无我的状态 才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科学家是个人 他只能走到这一点 他只能推动 推断 现在找不到说 这个起点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这个中间这一点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那个中空的 他为什么奇迹会缩小 雅缩到最空 奇迹会慢慢的摔小 凝聚到最点 然后会爆炸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他在查到这一点 科学在有证据查到这 他永远找不到 因为这个不存在 是个患者 是个错觉 是一时的错觉 所以其实到最后 所有的修行 你会发现都在你的错觉之中 你只是较证你的错觉 你认为你散乱了 你认为你很好 你认为你怎么样 你认为怎么样 你认为因为确实你认为 那你的所有认为都是错觉 但不能说是他在 但是我这样说 好像你说 那我在人道怎么生存啊 都是错觉 那你在人道 就按人的道来 但是你不要认为 人道本身就是 人的道本身就不是真理 你按人道的工作 生活 那冲夏秋冬 一年四季生老病死 按人的道来做人嘛 但是你要知道 人道不代表真理 六道都不代表 但每一道有每一道的道 你去毛道 你去毛道狗道出生 人家有出生的道 是不是 天人有天人的道 但都不是真理 而宗教 就是佛学也罢 或者是 它是揭示真理的 包括道教 包括道 它揭示最高真理 是翘出三界外 不再五行 它是看最高真理的 翘跃出人道看 所以佛学它 不就像那个学校 他们学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 学儒家思想 它是做君子的 做人的 它是要讲仁义理智性 做人的 做君子的 但佛学到最后 是翘出人道看问题 它是圣者 解决者 解脱者 是这样教的 太究竟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 理解起来会困难 这个无法理解 但是每个人一定来自于 每个生命来自于哪 我每个生命 从最初的这一点来自于 而我们现在处在三维角度 看所有的事情 你看不到十维 而佛学 佛是看十维角度 所有的360度看问题的 所以我老是想 三维能到四维 对 但是你进入妄我的时候 跟无我的时候 你就能进入多维 知道吗 所以这个妄我 跟无我 怎么进入 因为一开始 你不能忘我 也无我 那么怎么进入的话 就通过冥想 跟禅定 所以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修炼人 最后都要去盘腿 坐在那冥想 进入禅定 禅定 他就是要忘记 忘我 忘记自我的时候 你就进入多维空间 因为你本来就是多维的 回归到那个原点 不盘腿不行 对 不盘腿不行 盘腿是最好的方法 不盘腿也可以 躺着也行 正经危坐 困着也行 躺着也行 只要你不睡着 没问题 那就容易睡到 但是如果你天生具备一些能力 就是说你可以出现进入冥想 你随便一个姿势都可以 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 你就盘腿 你就二脚敲着坐在这也没问题 但是只是我们一开始进不去 所以好多古人才给你留下来 因为盘腿需要很长时间 你才能进入忘我的状态 因为人对自我 聚生我的 就是我们生下来 就认为这是个我 天生生下来 你就一直认定这是个你 无法忘记 别人打你一下 你很痛 那个角色还在嘛 那就是哎呀我痛 是不是 这个在佛学 就是说天生下来 你就有个我的执着在哪 那么这个我执 生生事是你执着下来的 生生事是你执着 就是你这猫小狗 你也执着那是我 就是你知道吧 一开始那个光子 你都执着 那个光子是我 不是别人 是一点点光啊 你都执着 所以这个我执要迫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可能一开始需要做很久 那么做到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六个 八个十个的时候 那就要盘腿了 因为你要躺的就睡着了 知道吧 其他姿势就很容易歪掉 身体歪掉啊 睡着啊 或者哄成啊 或者有的以前佛弟子 一晚上打坐睡觉 如果他有其他姿势 他就倒下来 就哄成睡过去 那双盘就不容易睡着 比较容易清醒 还有清明 还有就是不容易这个脊柱 身子歪 因为有时候如果定了 身子这样歪 醒来以后 他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但是盘腿他就这样很稳 三角形的姿势很稳定 还有这个三角形的姿势 在宇宙中摄取能量最多 对 精致它行吗 对 如果你有能力 不需要打扰 对 你可以愧坐 愧下来 对 他有愧凳 还有那种 就不愧着后边做一个小凳 那个网上都卖的也可以 嗯 甚至站着都可以 没关系的 其实主要是你的心态 心是什么样 心能不能有位置 印度人有人修行就是不坐下来 永远在走 嗯 心波舟 对 有点不像我们的 不知道是像我们的班舟三位 波舟三位 波舟三位 他一直在走 他说一个人走了两三年以后 那个腿就会打像腿一样 重了嘛 然后再走几年 就走回来了 棍子一样 他那个修 其实波舟三位呢 波舟三位呢 波舟三位呢 他是短时间就行波舟 三个月啊 一百天 他是进入忘我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身体就不会受损伤 嗯 如果你就现在我们这个人走 就很运受损 你的腿肯定会肿起来 血水肿 而且他不睡觉 嗯 他是就像壁骨一样 是不吃饭 他是不睡觉 这叫波舟三 但是印度是修苦行 对 他就是苦行 嗯 或者长时间站着不坐 不躺 就是站着入定 对 要么就是不断地走 走入定 也行也可以 走也可以 如果你很难盘腿 你就只能这样走路了 但是不要苦行就好 但是我只能走很久 逛街铁不停滚 女的不行 女的以为有立驾 生理员也不轻的走私 这个法目不太适合 嗯 如果 如果展了四龙 我觉得什么都好 你就想再去吧 我可以想再去吧 你先不要 你先把青楼忘了 就当餐了 先休吧 先休 咱的赤裸眼 就是说 不要小孩 身体上会有一个转变 嗯 我是有 我是08年去了一次西藏 嗯 然后我觉得在那儿 我的那个高原反应特别的厉害 嗯 然后对我的感觉就是 我就不能睡觉 因为那个 就好像永远 那个有一把锤子在敲太阳穴一样 然后我在那里养了一种习惯 好像是睡觉也没法睡 然后在 就是你就会 在那段时间里面 你就好像你从小到大的那个 事情像放电影一样 嗯 过去现在不断在那里放 然后脑子我就觉得 特别的 散乱或者是什么 嗯 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 我就 养了一个习惯 反正一打坐的时候 脑子也特别的散乱 不停的在想 不停的在想 不停的在想过去 现在未来 然后就 也就是过 嗯 对 跟放电影一样的 一遍一遍过一遍 嗯 还是你就是说 这个也没关系 你要他过好了 你保持看 你就看 你不要跟着他去 是分别的 让他过好没关系的 我们总是在境界里 所以有些人是看不见 也在境界里 嗯 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的问题 是功夫不到 还是功夫不到 这都是刚开始的一些问题 但这要 要保持自己的正确的界地 然后呢 继续往下走就好 就过渡过去 这些散乱 这个也不是散乱 你这个也不属于散乱 你这属于着相 对 你就着了那些境界的相 嗯 就是他过 你就着了说 哎呀我在过 我又在出境界 我又怎么样了 我有小时候的境界 大老的境界 或者不过去的境界 你不要认为就行了 我好像走几段 我有感觉 直接特别昏沉 我还以为我自己很定的 后来我发现过了那半年 我觉得我激励下降得很厉害 我想是不是完蛋了 就进到昏沉界 这个这个 我后来看书说是如果打坐近段 老子这么昏沉以后 会堕入畜生道 吓死我了 我说完蛋了 我还以为我自己很定 真的是昏沉沉 然后老子就 不怎么记事 就搞得跟得老年痴在这里 然后后来就 就有个半年 就没有那么精进的打坐 就觉得我要怎么就昏沉 要不就这么昏沉 你不是昏沉 你是见地上 你稍微休息 那不是一个修正的正常过程 就是打坐的时候 觉得什么都不想 但是其实是 但是有一段时间是 那不叫后头是黄花锅 就是说 他会忘记一些东西 或者有时候跟人说话 听不懂一些东西 就是反应吃动了 不灵敏了 嗯 因为头脑总有一天 会到达那个状态 然后才开始又轻易 就当你头脑飞速地旋转 旋转旋转旋转 旋转旋转 很利的时候 你突然要它停下来 你现在开始静修了 要它停下来 那个有时候 停的那个过程 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打坐的时候也好像很风水 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 它就又开始轻松 静坐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没有关系 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过程 嗯 我觉得想说应该到后面 是要什么都什么都不想 他什么都知道 我就觉得啊 我怎么变傻了 我怎么样 激励下降了你 要想什么都知道 谁要变傻 但是我的工作要 让你很聪明才行 所以很纠结 所以对这是纠结的 这个问题 这是个冲突 那你没办法 休息室 一段时间连字也不认得 你看着那一串数字 你不知道是多少 数不清 连意外也数不清 这高时拍你锁他手去 就不知道它是多少 你这意识跟你组合在 你比如看这个子猪也 子 三个字都认识 但就不知道说啥 它意识层面 幻散了嘛 嗯 它这是一个过程 你没办法 但是你会持续 这个会持续 有时候持续两三个月半年 如果你修这个好 快的话 两三个月就过去 嗯 你过了吗 我不照顾你 但是我现在就 我就是 他没过 哈哈哈 他过了 他应该知道 我就不敢 我就会找到那一行 就关 那你就叫危险 你要在银行上班 你 数不清那个 把钱给完了 一万两数不清就很麻烦 对 是那数不清 我问他过了呗 你好危险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还是展示上班的时候 也是也是 嗯 我就会观想什么 佛下什么 之前是不观想 嗯 但是过了这一块 就会很亲密 很聪明了 嗯 那时候你很害怕的 觉得天哪 我希望自己更聪明 就太傻了 就有点 有点疑惑 因为你是先傻了 然后出智慧 不是在出窗面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自己可以大吗 智慧是一种 嗯 没有意识的行为 就是叉叉叉叉叉 就是觉 就是就是你说出的话 就是直接流出来 对 他就不再用意识去思考了 对 直接流出来的就是 就是正确的 嗯 你用意识思考 就加上自我的东西 对 对 福祉心灵 嗯 这个问题我也 我也有 就是现在还处理这个事情 嗯 因为事情挺快的 嗯 很伤手 现在真的 包括以前的车感很好 肉感很好 嗯 现在有什么事 你是有点伤气血 有些伤到你的心血了 嗯 心血头部供养 供血不足导致 气血虚导致的 他是修的有问题 你是伤到气血 你跟他不一样 嗯 那你这个怎么 你要慢慢 不是心情舒畅了吗 你开心了 你把东西放下了 然后慢慢养 养过来 养心血 第一是静坐 可以 第二呢 主要是周围环境 你开始 不要在意一些事情了 把它放下就好了 嗯 慢慢的 饮食啊 什么都可以配 有时候感觉 有时候感觉 感觉这个头 一下子 气血虚 嗯 明显的 就是这个 你这个气血虚 还是因为伤心导致 太伤心 嗯 我觉得我气血也很血 脱皮老发麻 嗯 你不是气血虚 你是敏感 嗯 太敏感 所以现在到晚上我都不怎么看书了 就是我的这种毛病就是散乱的毛病 就是有的人说这种散乱到看书也是 是意念往下手 往心龙 往下手 往中脉 或者是心脉 或者是海底龙 手脉龙 往下移动 把你的意识往下移动 那把每天15分钟的做的时候 往下移动 你都去在头上 对啊 往下移动 往下移动的时候 很多人有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 他做的时候 假如一开始很散了 他通过一个内观啊 一手就是往里看到一个脉龙啊 嗯 假如意念守在你的海底龙 比如说灰影楦这个部位啊 那你守的时候 不要用意念去看他 嗯 你你如果 这个很容易 就是很多的气还在头上 只是从你往外往里看 嗯 这个就不行 你内观的时候 同时把呼吸沉到那一块 把气沉下来 如果你不会的话 最好是 比如说 我守海底龙 那你就深呼吸 吸呼吸吸到海底龙 然后从海底龙再吐出去 吸到海底龙再从海底龙吐出去 这样的几次以后 慢慢的把人也放在海底 嗯 这样就是真的就守在海底 嗯 用呼吸来的 带动 嗯 不是你也不能守腹部吗 你怕我对自己也弄错了 你一定要放弃这个男女像 哈哈哈 你放心 不会的 绝对的不会的 嗯 来立架的时候不要就行 不要守海底 来立架的时候 守在这个心龙就行 嗯 除了立架期间 剩下的你就 你就脖子就不要想男人女人的事 你就既不男也不女 因为心是非男女像 嗯 嗯 我们是修心嘛 嗯 先不要着这个肉体的像 嗯 你要着了肉体的像 肉体要转化很困难 你不着这个像 它自然在转 嗯 我们的意识是控制不了肉体的转化 你知道 比如我们衰老 大家都像年轻 谁能控制你衰老 你看着你自己每天每天每天走下衰老 你说你如果能够转 那么你用一年转了 如果你转不了 那说明你转不了知道 那既然转不了 我们就不要管它 谁不要管它 你还没有这种力量 转肉体 嗯 谁不要管它 谁放下它 它自然转 你越守得紧越 越转不了 嗯 因为你我职位虫嘛 这自我的力量还是很小 嗯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课程 我跟老师说 把我们开那个灼火 然后 我就有段时间打坐的时候 就脑子特别特别的热 嗯 脑子就热得跟有种豆浆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脑子热 就是头很热 嗯 然后 然后头发掉得很厉害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很害怕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每天晚上很深很深的呼吸 然后观想清 因为头里面真的跟一盘热鸡蛋的打蛋花一样 嗯 然后我就观想凉了空气进去 然后它才变凉下来 嗯 这是自己瞎想的 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头发掉得很厉害 因为头很热 嗯 不是外面热 里面热 嗯 灼火是我们本来有的 嗯 它就是气的聚集成一种能量的 就是发热 但是很多人灼火是从下往上省 嗯 就是从海底 就是说你应验老在头上的原因 嗯 但是你可能有一些特殊原因吧 我觉得这个 一些不要怕 嗯 但是命验要往下拉一下 往下守一下尽量 嗯 如果做的话一年守在山 或者守在一个中脉 中空的管子 嗯 先不要着这些法门的香 不管它是热啊 还是冷啊 麻啊 脏啊 先不要 就把它当成幻境 千万把它当成 因为你的境界会很多 先把这些所有的东西 你就就像一个梦 一个一个小的梦 幻境 先不要在意 嗯 可是每一个幻境对你都有一些 嗯 不管它是好的幻境 还是坏的都有影响 你不要理它 到目前为止 你没出皮 这些事 没出问题 嗯 我觉得受心挺艰险 不艰险知道吧 是我们心要放松 就是第一是你心放不收 第二呢 有所求 比如所求展翅龙 所求转化器 转化卖龙 你这个所求的心 如果不能够放下的话 就觉得很艰险 也要啊 惊心动魄了 这儿热了 那儿麻了 这儿脏了 就觉得很多的东西 这个就结血 真的是 如果你不要想 你就 平时可以想 没问题 我们坐在聊天的时候 哎 我想再次了 我要这个没问题 但是一上座 所有的东西都要忘掉 坐上的时候 这个时间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你这个肉体 所有的一切跟你统统没有关系 不管它了 把它放逐 把它不理它 四大阶空 你坐在那儿 安住在一个点上 你心不要动 甚至想它跟着你转 知道吧 甚至想它一切都在转 你越不管它 它转得越快 你越着想它越转得慢 比如你要转化气脉啊 你越去说 哎呀我要从不坏的 变成好的 你这个意念在那儿 就是个障碍 你告诉我 你根本 只是你不动 它自然自然自然 一越去就在转 老师 那个脉动 它 我觉得一打动 我觉得我能听到 我全身的那个心脏 对 只是你听见了 别人没听见而已 难道它不蹦吗 它就蹦了 因为我听的声音它动 然后我的身体就跟着它动 哦 你也跟着它翘 对 你跟着它翘 因为真的是心脏的那种 我感觉它蹦一点 我觉得那样翘舒服 你就那样蹦 没关系 这是一个境界 就是说 你能听到一些 它就是 很多人很亲近的时候 甚至就是 很多声音会放大 知道吗 声音会放大 我们的人的功能 会把很多声音 比如地下蚂蚁串的声音 就像 就像大动物来了 一个蚂蚁在出来 都会血液的流动的声音 还有心脏翘动的声音 宇宙地球转动的声音 我在风吹来 宇宙这些声音 都听得很清楚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潜能 都能听到 只不过是 我们没有打开 不够宁静 可能你就是说 你能听到 你的耳根隔 严格比较清静 就可以听到 这个还不属于 特异功能 还不属于神通的繁程 但是通过这个 可以进入神通境界 天耳通啊 天耳通的境界 就是通过这个 如果是定力足够的话 可以开启神通 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说 你有这方面的潜能 没有啊 我觉得每个人都听到 这个很容易啊 我一闭到眼睛 不过也是在印度去听到 以前打算也没听到 然后在印度的时候 晚上特别特别安静 很多场它会激发你 对对 是那个场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只是亲近 你只是 有一些 耳根有一些的 亲近而已 没关系 我觉得还得要打 这么正经的做 还不行 我觉得我单盘 都跟双盘 有很大的不一样 单盘没什么感觉 可是一双盘 两个脚 一压到这里 感觉像两个动脉 就被我 压住以后 然后那个心脏 就会有一个 就像有个水泵 再给它施加一个压力 然后它必须要 蹦出更多血的那种感觉 你单盘 我连单盘 都没这个感觉 更不要说这样子 如果正经为主 我更没感觉 所以还是得反对 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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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消盘 老师有的时候会在 我昨天晚上 在僵睡未睡的时候 感觉有 有种鬼牙床的感觉 就是躺在那里 因为天天很潮湿 然后房子也没有开窗户 然后空气也不好 躺在睡不着 然后觉得脖子跟我的腿 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 然后有意识 但是想动一动不了 然后会好就好 嗯 气脉 气脉里边湿 主要是静脉 静脉脉里边 气脉 嗯 别湿 哦 嗯 今晚是说 你敏感 就会感觉到有东西压着 你其实不是 今晚不通了 对 其实你要想很短时间有突破的话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说 其实从座外修更快 但是这个可能你展示一些 你观 你 就是说 感觉不到 就是说 第一 比如说很多事不要较真 嗯 就是说 要打开心心上的东西 你会很快 起漫才会很快 你不要较真 就是说 当然是这种较真 比如说 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很多 这个人很坏很饿 这个人很善 这个人很善 你会就是把他记忆 你在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分别出来 嗯 然后你就说 这个人不能打交道 就会 当你把分别这个恶的时候 这个恶就变成了 就是 因为我们是很多信息组成的 嗯 其实到最后我们的心啊 我们是无心的 嗯 我们的心就是生生世世的信息 我们的心就是生生世世的信息 就是 因为我们是很多信息组成的 嗯 那么你认为恶的话 这个恶就进入你的心的信息里面 然后呢 这个信息转不了 就变成了你心里边永远的伤害 就是 那信息里边是一个恶的伤害 嗯 因为你认真了 他就是恶的 但是这个一开始 难道你能不分别善恶 你还是分别了 你知道的 但是因为你这边没空嘛 你的心没空 所以你这种分别 就会把他这种恶 进入你的信息里面 嗯 然后成为你的阴暗面 嗯 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 比如压啊什么 其实是你 你看到了人家的阴暗面 成为了你的 你认真了 你认为那就是恶的 你就是 那是恶的 但是这个呢 第一要不你的正良到达 你就是 善恶你只是在旁观 嗯 然后在看 就是你就是要永远看这个世界 就是要看一个电影 嗯 电影的电影那个角色扮演 你不会因为说 电影有一个角色扮演个坏人 你还会 坐在这说 哎呀演得真好真坏演的 但是你不会恨那个演员知道吗 你会觉得那个演员也得真好 你也得那么坏 但是如果在世俗生活中 有一个人真的那么坏的话 你就会找下了 你就会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这么邪啊等等 你就会找 然后把他那个阴影 就进入了你的 对 就是信心里 然后我们的信心里面 就会出现很多阴暗面 对 将来这种阴暗面 会导致我们的修行过程中 也会成为一种伤害 你知道 你要注意这一点 第一次把这个红尘真的打门 还跑 你去看他邪恶 他善爱 他邪恶里面 他也有好的一面 这个人很邪恶 可能他对他的孩子母亲 或者家里 他也很好 这个人很善也许他有些 他对他仇事的人也很坏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 善恶只是一个 展示的像 对 这是一个认知 第二个呢 还有一个在到位上的像 这是果位上的一些东西 的认知 就是直接把它空掉 是果位上认知 那说 通过分析 善里面有恶 恶里面有善 这是另一个的看法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 怎么说 就是说 这个世界的众生生起慈悲 这个世界的众生 都是迷失的 都是忙的 就是说他恶 他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他真的得病了 就像中毒 就像那种吸毒 吸上毒了 他是病人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饿 他已经吸毒了 你跟他较真 你跟他一般见识 你只能 这内心他越饿 你越慈悲 你觉得 他怎么病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帮不到他 也就罢了 你还恨他嘛 你也不可能 所以用种种办法 来去看这种邪恶 然后他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心理 尤其你兴起慈悲心的时候 我知道吧 你受精 你的心会变得很柔软 就这个世界多么的邪恶 你的心也不会冷漠 冷冰冰的 因为慈悲 让你很温柔 很永远 虽然你知道这个世界有邪恶 但是你不会冷漠 很冷 冷漠 就不会变成你的伤害 就是说 你很容易 就是说 当你着想的时候 他就变成你的隐暗部分 人家本来是那个人 但是变成你的阴影 变成了你的阴暗面 在你内心里 永远处存着一个阴暗的信息 然后你还要亲你 知道吧 那是由你着想和分别导致 就用这几个方法来破 看破这些邪恶 然后慢慢我们就不较 我们的心里永远充满阳光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邪恶 我们永远充满阳光 就是你的心就不会有阴暗面 那只要我们不做就行 现在重点是 你们不做 你们也会着想 我们不做坏事 不代表不着坏事的想 着了坏事的想 我们的信息里 还是残除着那些东西 留在你的信息里了 然后我们的心就永远 爱不起来 我们的心就永远柔和不起来 永远冷了病病 就觉得受伤害了 对 但是说你亲身经历了一些 说那个人真的是对应你来害你 那你这个更难走出来 因为这是你亲身经历 因为有绝授了嘛 但是有时候你只是 比如我们看微博看网络 你只是看到了这些坏事 你也已经想 这个就是较真嘛 认真了 不认真了 你不觉得是梦了 你认真了 在梦里别认真 对 如果你想迅速地突破 一定要先清理这些外界的想 这些想清理了 你的气脈 才能迅速地转化我 不要太认真 我以前 我以前 我有在想 这个念头不是我的 原来是别人的念头 然后 因为你很容易把他们的信息抓过 对对对 我很敏感 他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然后以为我是我的念头 对 你心很单纯的人 六个比较清净 二个很清净 如果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些 他就说明你的心有时候 你其实很单纯 心就像个小孩子 人找到了心就像个小孩子 很单纯 很单纯的人 容易对视较真 因为单纯 他一看 怎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不那样想 你那样子做 他就觉得怎么这样 然后生气嘛 然后较真 就是说让自己打开去 看清楚这些真相 不要较真 然后才能把那种心打开 让他成熟起来 变得慈悲柔和 然后气脉就开始转了 心气不二的 如果心进入不了慈悲的境界 那你的气脉可能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清明 就是说只是干净 只是清净 但是你永远进入不了圆满的状态 就是越来越干净了 那越干净越入不了沙子 你越来越白 那这个世界有黑的 那你越来越不行了 那越来越没办法生活 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我们容易着想 也是因为自己的频率太低了 那不是 别人的一个意念的那种频率的波 然后被我们接收到了 可是如果我自己的频率很高 那你就穿过 不是 是你们渴求善 渴求完美 渴求善 渴求崇敬的东西 天生的 你们三个都是 渴求圣洁的崇敬的东西 渴求真的东西 渴求本身就是一种执着 因为越没有越渴求 渴求圣洁完美崇敬的东西的时候 是你没看见这个世界 那么你渴求说明你没有 你没拥有嘛 你才渴求嘛 你拥有你 那么为什么没拥有 因为你着了恶的像 知道吗 你着了恶的像 你这边就没有散了 但是你着了恶的像 你认为他是恶的 这才是重点 你认为那个就是邪恶的 那个就是恶的 但是真相是 那不是恶的 你明白吧 那只是个错觉 而且是这个恶事 他可能做了一些恶事 但是他是有因果的 知道 他可能这个人做了这件坏事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人做这件坏事 是有因缘 如果你能看清整个人的因缘的时候 你觉得他不适合 他只是一时的生气 一时的暴怒 一时的冷漠 一时的难受 他就是病了 或者是什么 都有可能 你就是 你就会 你会看清前一后果 看一系列 看他生生世世的话 你就觉得 他不饿 原谅他 这个是相对于自己所认识的 对 如果你看到每一个人 不是 如果你这样看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全是可怜人 哪有一个恶的 对 全很可怜 真的是 就没有一个很邪恶的人 就是 越邪恶的人越可怜 迷失的越厉害 他寻找不到自己就是心不安嘛 暴躁啊 烦躁啊 等等等等 那要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你就不再找恶的相了 你所有的人都很 你持背性的柔软性生起来的时候 爱个温暖就在这儿 你看每个人都需要看自己的孩子 那个时候 你怎么可能就是觉得恶呢 你觉得圣洁的重庆就在这儿 有爱的时候圣洁重庆就在这儿 你看清楚那些邪恶的真相 你就拥有了崇敬 你要找邪恶的相 你这个世界哪有崇敬可言 哪有圣洁真的可言 你找那些背叛虚假的相 哪有真的可言 真上面哪有 你看清楚那个假 为什么假 每个人身不由己 心不由己也身不由己 活得像个陀螺似的 他被业力所转啊 他被杂念所转 他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 每个人都是无名啊 他不知道他在每天活着 他在怎么转 他都不知道明天怎么样 什么也不知道 每天就能被业力轰轰轰 后天怎么样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拖了拖了转 他都晕了 他懵了 每天就那样子活着 自己也活着 没接待你 你要他是他 他就那样子 你还指望他能给你个真的东西 很多二元 二元对立的那台 是啊 你指望你从他那 他都去赚用了 你还想让他给你的东西 他自己都不知道 活着啥样 你看清真相 就不再渴求 你知道吗 你看不起真相才渴求 你知道吗 看清真相 你也不再渴求了 你就定下来 所以越看清真相 你越定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不是修功夫 是你看清楚了 你就定住 因为你看不起 你也跟着转 你要求 你渴求 你什么 你跟着也就进去了 你也就痛哭啊 烦恼都走了 你看到你把每件事件的真相 看清楚的时候 那自然就定住 没有东西打扰你 你不着想的时候 什么你要的那些东西都在你 都在你呢 你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哪裡 你不是 你真的 他还敢 年轻人 你太多了 我 是 我 你 那 没有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